好 回到蓝薰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五 我们谈设计疗创意说梦想的单元 我想这个新世代里头 这个蛮多的年轻人 他们会想要去追梦 而这个追梦的过程里头 其实开餐厅或是追逐美食 都是去学个蓝带 我觉得是蛮多年轻人 他们把自己的兴趣 跟他们的事业 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方向 但是在最近台湾的这一两年 有一家蔬食店 蛮受到关注的 看到有一些相关的报道 说吃了半天 不知道自己吃的是蔬食 里面是没有肉的 那蛮好玩的 我自己也去过这家店 所以我后来发现 背后有蛮多蛮多的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就特别邀请到的是 小小素食的创办人 他叫做刘千瑞 Jeffrey到我们的现场来 HelloJeffrey早安 早安 谢谢蓝薰 我是小小素食的创办人Jeffrey 对 那一家店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蛮姻缘忌讳的 那一家店呢 现在算是你的二店嘛 在这个敦南 对敦南店是我们的二店 敦化南路算是一个林荫大道 他两旁的蛮多的都是那种蛮高档的 蛮高耸的 这个办公大楼 一楼的空间里面呢 是一个挑高的 然后呢是有这个落地窗的 那看起来的话呢 像是走进去 外面也像是丛林 里面也像是丛林 就能走进森林的感觉 所以呢 不只是环境感觉起来非常的绿化 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发现 哇 他像是年轻人很爱去的很时髦的店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 他跟蔬食跟素食是有关系的 所以好 所以我就要回过头来 Jeffrey 就是你一开始怎么想要开这样的一家店 其实一开始就是 自己喜欢吃 然后我妈妈是吃素吃了35年的 乳素35年 然后我太太是吃海鲜素 不吃肉 她以前是吃素 但是因为她的贫血很严重 那医生建议她就是吃点海鲜这样子 所以她慢慢的开始有吃一些鱼啊虾啊 但她其实也吃素了大概十年 从14岁开始吃素 真的啊 OK 那你妈妈是宗教祖 她基本上就是发愿就是 她说我出生之后她就不想吃肉了 她本来就对吃肉这件事情还好 真的吗 你的出生对她来说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转变 我也不知道 可能觉得别的动物的小孩子也要被屠杀 然后被禁食 她可能觉得心有不忍吧 心有不忍 真的啊 OK 我觉得大家对于食物当中的某种选择 有时候是突然的 就是某种缘分 好 所以显然的你跟 所以你一出生就跟肉 基本上是有点 不能讲素酬啦 但是就是有点很特殊的 有点特殊的 那因为妈妈吃素 所以像生日的时候她都希望大家可以吃素 但是以前吃素没有太多的选择 对 尤其在台湾是方便素居多啦 对 那对可以吃婚的人来讲 因为我妈妈吃素 但她不会限制我们的饮食 所以对我们可以吃婚的人来说 有些素菜馆我去吃了 我会宁愿吃婚 因为我觉得就是调味太重啊 或者太油腻 她只是想要把那个素味给盖过去 对 都有一种特殊的腥味 对 本质上来说 我这样讲可能有点 我怕会不会 本质上来说 我觉得有些素的方便素的餐厅 就对可以吃婚的人来说 我会有排斥感 我反而是不喜欢的 就没有吸引力 所以就是台湾的素菜 一开始真的比较有宗教的这种想法 那所以对她来说 美味这件事情是不重要的 是 对不对 那所以多半就用豆 各式样的豆类 然后呢去制作 所以味道本身也很一致性 没错 对不对 就是缺乏变化 对你来说 你就开始觉得 一直想要去改良它 如果有一天 对 就变成是说 我是排斥素的 所以在台湾 基本上我不会选择吃素的餐厅 但是就是 就是我 我高中之前都在台湾嘛 我高中毕业之后 是去美国求学 那我发觉我其实很喜欢吃生菜沙拉 就是真的就是 素是一个 lifestyle choice 真的是一个自己的选择 那他们就很用心的 把食物做的很好吃 我就发觉我其实很能够 接受这种的多蔬食 然后少鱼肉的这种 饮食习惯 那有时候在台湾就是 常常都吃淀粉居多啊 因为小吃都是淀粉嘛 然后都是方便快速的东西 那上馆子吃太多了 又会觉得很腻身体负担很重 很难找到就是有创业 然后可以平衡身体饮食的沙拉 有时候就是前天吃太油腻 我今天想吃比较清爽 对 但我不想吃个凯撒沙拉 或者很简简单的沙拉 就发觉好像真的没有什么 这样子的选择 那那时候给了我这个灵感 然后因为妈妈吃素了很久 我一直不太推崇她的饮食习惯 因为她好像很不建议自己吃进什么东西 只要有吃饭就好了 这样子吗 对她比较不太care自己吃什么东西 那我太太是海鲜素 其实在外面吃饭选择没那么多 除了日本料理以外 那跟着他们在外面吃饭就发觉说 其实吃素的人有很多的需求跟渴望 那但是外面可能因为素质是一个以宗教素居多吧 并不会特别用心去做 通常是有的吃就不错了 或者这地方提供素食者可以跟昏食者共用就OK了 那我就想说我们是不是来做一个 让昏食者可以接受的素食餐厅 而不觉得是在吃素 对那这就是2017年的那种发想来源 我觉得Jeffrey讲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 也是我们这些年来在聊到说 如果说你谈到吃的东西 开始会跟环保永续接连上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很多一般的 我们不要讲说吃荤吃素 一般的饮食者 他是愿意多吃一点点蔬菜 然后呢少吃一点肉类 能够替地球尽分心力的 比方说我们讲到说吃肉啦 这个畜牧业其实是一个 就是假碗的排放 就是牛放屁啊等等等 还包括了一些可能的运输啦 可能会造成的这些碳足迹 都会让大家知道说 今天如果说你可以少吃一点肉的话 更不用说现在很多的所谓的植物肉 这种观念或者这种相关的研发 也越来越先进 也更多的像Belgase也投入 在这个当中嘛 我觉得现在大家越来越来越这种观念 所以在年轻世代里头 你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吃的同时 可以顺便带进一点点对地球的关怀啦 对自己的一些价值的选择啦 我觉得蛮多人是愿意这样做的 只是OK那所以你放眼台湾的这个饮食市场 你找不到这个东西对不对 所以变成你们的切入点变得就是好像是来的正式时候 对我觉得我们的时间点刚刚好 很多时候有些口号啊或者是一些大数据 在你没有办法体会到的时候 是没有实质上的意义的 但我觉得大概20162017年开始 我觉得这个圣阴现象就是全球气候变迁 真的有感 就是台湾的四季跟台湾的天气都变了 热是热到不行 然后冷是冷到不行 然后整个季节好像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10月11月可能都很热 然后说12月都还会出大太阳 一瞬间然后台湾以前我小时候我印象没有早晚温差这么大 有时候现在是可以早上出门25度晚上变成12度10度 就是我印象中小时候天气比较偏向新加坡那个样子 就是夏天就是整天都很热 绝对不会有夏天或是春天晚上我觉得凉爽的时候 对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很有感 然后再加上我觉得social media的崛起 然后社群媒体的力量 然后很多自媒体跟就是像Netflix啊 他们有很多纪录片 大家都会有意或是无意的被宣导到 那就会可能有意思 就是说其实如果东西够好吃 我没有一定要餐餐吃肉嘛 那这些东西是我可以接受的 我觉得我们切入的timing点就刚好在这个地方 就是刚刚好就是大家都比较可以接受吃蔬食这个行为 然后全球的社群媒体基本上是全球共共看的 然后很多主流市场还有欧美的大明星 他们都是大力推荐vegan的 它变成是一个trend是一个潮流 然后大家就会去研究 那我觉得现在的消费者很注重吃的是什么 跟他们会去看食物标签 我记得我妈妈小时候喂我吃什么 她是从来不看标签 以前大概很多东西也不见得有标签 对不对 没有什么食物履历 然后呢很多那种有包装的食物 外面也不会写的那么仔细说有含什么有含什么 其实也都要几次我们的食安风暴发生之后 其实慢慢的会有这些改进 对不对 就是不只应该是所有的产业链都有往这个方向发展 然后让大家都有意识的注意到这个事情 那越来越多人去做的时候 好像这是一个潮流 我不跟着做我是不是落伍了 我觉得这也有点点就助力推力这样子 可是问题是你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你感受到这种欧美的当中 他们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饮食的革命 或者饮食的风潮 但是你回来台湾东方的素食 基本上还是有它一定的很稳固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进来的时候 你想要这样子去切肉的时候 你心里面会不会还是有点点忐忑 就是说真的 就是你可能会去什么意大利餐厅 什么自助餐里面吃 buffet里面吃点沙拉 但是你说到我的餐点里面 基本上都是尽量没有肉的 你们是都没有肉还是少肉 我们完全没有肉 完全没有肉 但是你没有提供出长得不像素食的各式各样的菜肴 那个时候你们是有把握的吗 还是做什么样的研发 那时候的想法是什么 那时候的想法就是让 因为我们整个开发团队 我们基本上团队都是吃荤的人 我们先从好吃为开发的首要条件 就是以我们吃荤的人角度来讲 这样子素食我们能不能够接受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注重摆盘 因为那时候社群媒体很重要 那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个语言 我们一个term就是这个够不够instagrammable 我们都会从上往下浮盘 这样子的摆盘跟这样子的内容 还有这样子的定价是不是消费者能够接受的 我们都是用这样子去倒推 然后来决定我们可以用到多好的食材 但是那时候是已经经过市场调查 然后决定要从蔬食切入了 呃 然后才开始说好 那万一蔬食不被接受 所以他必须要有很多比较时髦的 或者说受到社群媒体关注的 然后年轻喜欢的角度 是的 就是2017年已经决定要做蔬食餐厅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是有个雏形 因为就觉得说啊 我自己敢想是客人出来吃饭 就是一个小确幸一定要吃饱 那如果只吃沙拉的话 其实很不符合主流市场的饮食习惯 那我们就变成说 怎么让大家多摄取蔬食 跟多摄取对身体有益的青菜 嗯 但是就不能只是全部都是沙拉 因为有一些前车之鉴 就是我以前蛮喜欢一个品牌叫做Salladay 它就是类似 呃在美食界都会有的 大概180块200块的 就是你可以选几样不同的生菜沙拉 然后倒个沙拉 但是其实200块吃完 很空虚 绝对不会饱 要在那边吃饱 可能要吃到四五百 那我会知道一般消费者的习惯说 我四五百块吃沙拉才吃饱 吃那么多菜 那我可以换五个排骨便当 嗯 所以一定会有客人是这样的想法 那那时候就讲说OK 那其实因为中医的关系 我也知道很多人是排斥吃生冷的食物 啊对 所以我们的招牌的佛陀 好像是温沙拉 但是我们铺底就是还是有淀粉 对有饭 有饭 让大家就是说觉得吃到菜之外 又是怀念就是习惯中午要吃到饭 或是晚上要吃到饱 让大家都在就是说饱足感这方面得到满足 但是并不会营养失衡 嗯 真的我想大家你慢慢慢慢听出来 这个Jeffrey讲到这个小小素食啊 他的一些特色 就他为什么可以那么的受到欢迎 第一个他有切入到年轻人啊 他可能有这一个不管是叫做时髦 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总之他是打尽了这个现在呢 对于环保永续的观念 再一个话就是你要吃饱 你要让荤食的人会愿意去吃 因为荤食的人还是居多 如果你希望让这样子一个吃蔬食的观念 可以呢被更多人接受的话 基本上你要让吃荤的人能够接受 所以他里面呢 像我去吃的时候 有韩式炸鸡你想象不到 但是你吃半天呢 他并不是炸鸡 他并不是真正的鸡肉 然后他有很有名的什么红油超手 你想象中红油超手里面一定是猪肉 对不对 多半是猪肉 他实际上也不是 所以里面的话呢 你想象的到的想象不到的 一样有什么汉堡啦 披萨啦 他的样子呈现出来的选择呢 跟荤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那重点还包括吃起来的味道 是很浓郁的 也不是像一般吃生冷的沙拉一样 中式西式 这个混搭在一起 我觉得都很好玩 都很有意思 那我想这是到目前为止 可以一店二店继续开的原因 那这个Jeffrey呢 他还有一个下一个梦想 他梦想是要做一个可以上太空的小笼包 所以其实他的想法还蛮多的 那怎么样子一一布局 怎么样从一个小小的速食开始 我们休息一下呢 再回来继续聊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刘千睿 Jeffrey也来聊天 他是呢 在台北吧 近些年连续开了两家 输食店 还蛮受到关注的 讨论度很高了 那尤其是刚才Jeffrey也讲了 因为他们都很重视摆盘 那我想小的是摆盘 是每个盘子长的样子 拍起来要漂亮 大的是整家店 就像这个网美店一样 我想呢 现在很多餐厅要能够成功 你基本上要拍起来好看 整个的气氛好 然后呢 女生爱去 他就会带着老公去 带着男朋友去 一大堆姐妹套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女性的力量 消费的主导力其实蛮强的 那再一个就是说这个菜本身要好吃 拍起来 当你相机先吃的时候 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可口 我觉得这几个关键 其实回过头来看 因为Jeffrey够年轻 就年轻世代知道年轻世代喜欢什么 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你们 还有很多很扎实的想法 那我就看了一些资料 我才发现 原来Jeffrey你是念经济的 对不对 我是念经济的 而且呢 我上次碰到Jeffrey 除了我去他的店里面吃 印象很深刻之外 再一次就是非常音乐机会的 我在慈激的正言法师的一个 年度的活动里面看到他 然后呢 你还跟他提了你们的powerpoint 对不对 几个年轻人 你们是有一连串的经营理念 跟你们的布局的 就是你们的营运计划 小小数其实只是一个点 你们有往比较快餐的角度去发展 有往高档的餐饮的角度去发展 所以我的意思说它是一个很绵密的 而是一个很具有计划性的一个美食的梦想 好所以你是怎么去想这件事情的 其实我的最主要的一个为什么会做餐饮 就是因为我在美国去当了熊猫快餐 Panda Express的董事长特助 然后在那边我就是理解到说 OK餐厅要走到最后的最终的规模 它一定是要有一个经济规模 就是当你有1000家店 2000家店的时候 它其实就是管理学了 OKOK 那所以一开始我自己就没有满足于说 我有个一家店两家店五家店 因为我觉得我把它当成一个集团在看待 然后我们集团一定要能够自己做到永续经营 就是说当我目前是执行长 我目前是领导人的状况下 我要怎么建立我的公司的企业文化 让下一个接班人 可以就是说继续把这个 我们找到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运营方向 跟经营模式直接带给下面的人 或是一直流传下去 因为我把员工都当家人 我觉得当他们来我的公司上班的时候 虽然是餐厅 但是我是把它当公司 来公司上班的时候 我对他们的职业规划 对他们的人生也是有责任的 所以我的工作应该是 一直想着要怎么把公司带到下一个高度 或是下一个目标 他们才会觉得在公司里面奋斗是有意义的 那我的成就感来自于这些地方 就回到你当初念经济 就是其实有点学以致用 因为我知道台湾其实真的蛮多年轻人 他是自己喜欢吃 然后可能就有可能去南带 也可能没有去南带 然后他们的目标 可能就已开一家小小的甜点店 烘焙店 大概就这样子 觉得是一个小确幸的概念 但是你的很灰宏 那你这样的想的话呢 既然你本身就觉得说你是要去投入一个企业 或是做一个运营 而且是有规模的运营 那为什么一开始就留在美国不就好了 或者说你去华尔街 我觉得一定机会很多 你怎么想要从餐饮切入 是因为我们这一届刚好是08年毕业的 我们就是受到金融海啸 所以华尔街的工作 基本上是已经没了都泡汤了 基本上是不可能会有新的员工 然后一定是更多人被裁员 像我内定的公司是已经直接倒闭的 就是到这么惨 所以你本来毕业前 因为在美国念书都有 intern就要先去实习 所以你是已经有谈好一家 没有错 你就直接倒闭 对 其实我从小就是以为我会在纽约的华尔街上班 这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以前啦 然后后来就是说 那这样有没有很失望啊 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一届很多人就是说 很迷失要重新找方向 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是一个专场嘛 但是当一开始就决定念商的时候 我也不是电脑程式相关的 就是我不太可能20几岁再去学 Computer Coding或是做Engineering 然后再来我也不是念医学的 我也不是Bio Pharmaceutical 我不是Bio Engineering 这些都是一个很专业 就是很有发展性的产业 其实也未必不行啦 可能会有难度 因为我高中有试过修一堂就是电脑Coding 但我从来没修过 变成是说它是有个门槛 然后从小就没有研究 我觉得要在我做什么行业 我都希望我能够发光发热 而不是只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那我会觉得说我在这个产业里面 像说如果是电脑相关的 我可能就只是一个电脑相关的一个从业人员 我没有办法达到我自己心目中 我给自己设下的期许跟目标 那你竟然觉得吃可以做出一个高度来 对我以前不觉得 我真的就是去了熊猫快餐那边 熊猫快餐对你来说 那时候只是因为你那时候 没有办法到华尔街去实习 那所以你就在美国留下来 就去了一家公司 对我先去做了房地产 然后我发觉就是说 这个好像就是口条很好 但是我毕竟不是在美国长大的 有时候要融入那个美国的culture 还是有点难度 你也会有这个距离感 我会有这个距离感 因为毕竟我关注的新闻 跟我从小接触的文化 还有他们在聊天的内容 基本上我是没有办法跟一个在 就是可能全部都是 真的都是美国人的办公室 跟他们的讲笑话 我可能不一定觉得好笑 我会觉得在那边待个半年我好痛苦 就是他们那种白人是幽默 然后要跟他们聊天 他们在聊的时事 他们关心的八卦 基本上我是完全不感兴趣的 所以我会跟他们没有任何共鸣感 我会觉得我在这边就是 外星人 外星人 我没有 我上班很痛苦 这时间很长 我没有找到真的算是同事朋友的这样子的人 然后后来去了Pan Express实习 我就发觉说OK 其实他就是很细节的去做管理 然后但是他有他的核心价值 他一定要把他想要做的事情给做好 然后怎么样要能够管理 然后怎么样分系统 怎么样有不同的职务的规划 然后其实他们总部已经就是变成一个投资公司了 然后在讨论的事情都不是在开餐厅 都是说我们要怎么跟这个品牌合作 可能一口气就是在规划开300间店500间店 我会觉得说OK 其实餐厅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 它是很有发展性的 你的总部不局限于在做餐饮 你是可以去做很多不同的合作或者是投资项目 那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从小就会次有兴趣 那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切入 让我就是做就是我本身就很有兴趣 那对于就是做成一个集团公司 又是我的热情跟我从小的质押规划 所以终于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结合在一起了 就决定创业了 那为什么选择回台湾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毕竟不是在美国长大的人 我在美国的人脉 跟我有的地缘不会比我在台湾来的强 然后再来就是如果在台湾创业失败了 我还有学习的机会 我还爬得起来 美国要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一家咖啡厅的话 我可能第一家咖啡厅如果失败的话 我可能就要赔个60万美金 2000万台币才有可能开一个小型的咖啡厅 就是它的成本非常的高 它的前次作业时间非常的冗长 它的法规都很严谨 所以那时候我做了一个就是说 OK做一样的事情 因为我看的是经济规模 就算是在台湾 我可能营业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每一家净利可以维持在15到20% 我一样20加点 可能数字小一点点 但是我可以在这边先练习 站稳脚跟 先把我的根基给打好 然后当我确定我们够成熟的时候 可以把在台湾运用到的管理经验 因为还是实战演练最重要 因为真的去餐厅会发觉很多学校教的事情 跟餐厅天天主要是人方面相关的事物 非常的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这也是管理最难的地方 所以在台湾先站稳根基 然后再往海外发展 然后从台湾当作我的就是一个 算是一个base这样子 对不对 OK 所以这样听下 Jeffrey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心思缜密的 你真的是很多事情都都想过都分析过 然后所以当你决定回来 然后从这边切入 然后做一个什么样的规划 其实都是去分析的利弊得失 OK好 所以我们休学了再回来 难怪这个Jeffrey的计划里面 对于未来有从台湾出发 让这个小小树成为亚洲发光 甚至打回美国这样的一个雄心 甚至还打算让小笼包上太空 我们刚刚讲了半年还没有讲到小笼包呢 马上回来 好回到蓝圈时间继续和现场 邀请到的小小数十的创办人了 也是执行长吗 对不对 这个刘千睿Jeffrey来聊天 所以我们刚刚聊了创业的过程 就对台湾很多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也蛮有参考价值的了 就是说你去美国念书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梦想 然后呢但是呢在那个地方的整个文化 跟整个的一些工作的环境 其实是不是如自己想象 我觉得可能要去想的更深一点 那所以到底这个Jeffrey把自己的学小数十 做一个什么样的定义 我们刚讲到说就整个餐饮 就整个企业逆经 有了一个很清楚的蓝图 但是就这个内容来说 我看到你的这个报告里面 我刚刚说因为他的报告呢 有提给上人 我们也开玩笑说 因为现在不管是佛光山也好 或是慈祭也好 都在推素食跟蔬食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些宗教团体 他们把这个蔬食推广成大众文化 或是从大众文化反过头去 也想跟他们去结合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互动 那你在这个报告里面呢 你用了一些字眼 或是说你的想象去描述 你希望呈现出来的这个餐饮集团 你上面写的说Faster Casual Asia Fusion 然后呢 Semi Vegetarian 然后Urban 千禧世代 就是说你里面我觉得很好玩 你里面有好几个关键字 我觉得就是半蔬食是一个概念 千禧世代是你的target 然后再加上你希望是一个 亚洲混搭的一个菜色 你又是想要Faster Casual 又是快又是有点走casual风 所以我才会说你的餐点很奇怪 就像你们佛陀碗很红 底下是什么淀粉炒饭 上面去各式各样的那种蔬食 就沙拉有叶菜类啦 有根筋类啦 这个比较好想象 但是你们会有红油超手 里面是用皮蛋豆腐去代替肉 然后你们会有韩国炸鸡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都还不晓得我吃了什么 你们就是第一个 你们是亚洲的Fusion这点 很明显 你们的口味很不舒适 但是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爱的原因 就是它不清淡 它很浓郁 所以想吃辣的啦 你想吃麻的啦 你想吃咸的啦 当然你还是想吃清淡 都有在华人世界里面 它是一个蛮大胆的一种蔬食的呈现 应该说我自己有一套逻辑 有一位前辈跟我说的 做餐饮口味要重才会重 重 我知道 但是它浓郁是浓郁 但是它不是说重咸重油这种浓郁 而是说你在调味上面得理 不要过咸 你均衡但是它口味是重的 就是相心的要有滋有味 因为吃饭 我觉得上餐厅吃饭 跟在家里吃饭最大的不同是 如果我要餐厅吃很清淡的口味 不是说咸淡的问题 而是说要吃很清淡的口味 其实这就是一般家常菜 这是家里可以得到的 我觉得上馆子吃饭 上餐厅吃饭的客人 要的就是一个 我在外面用餐的一个感觉 就要有技术门槛 对要有技术门槛 味道有层次 没错 就是你在家里做餐 你不可能做这么多东西 做不出来 才有上馆子吃饭的必要 如果只是烫烫精彩 烫烫沙拉 加点酱油炒一炒 那我最会了 我在家里吃饭就好了 根本没有出门吃饭的必要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仪式感 让客人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这味道我觉得我在家里做不出来 我觉得这很重要 然后再来就是 其实佛陀碗它概念 之前就很流行冷压果汁 跟很多其他东西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梅果碗 巴西梅果碗这东西 佛陀碗的概念就是巴西梅果碗的衍生 其实这东西太冰冷了 但是在你们之前就有了 对不对 布达波好像 就我真的没有 好像没有 好像没有见过 我真的没有见过 但是是有这个 Term 因为它 如果用这种像 佛陀的碗 装饭 网路上就有一个 布达波这个讲法 对对对 但是把它变成 定义成这样子 舒实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就是说 我不敢说全球了 至少是台湾 或是可能亚洲第一个决定 把它命名 布达波 对 而且很搭嘛 对不对 很搭 对不对 布达波不只是碗的形状 包括里面的东西 所以输食跟这个概念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 再朝下一个目标迈进 因为小小素食这个品牌 我们集团叫做一周二次 输食股份有限公司 那一周二次 你们的名称取得好可爱 一周二次主要是要在讲述 因为其实我们刚好提到 Semi-Vegetarian 对对 就是弹性素食者 我觉得要彻底改变一个人 是一个非常困难 其实大家都知道 最难做的事情 就是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你真的很难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那我们做Semi-Vegetarian 就是说我们的餐厅 就是只是正常的餐厅 我们只是刚好不提供肉 那如果你是一个弹性素食者 你偶尔想要吃点 比较均衡的饮食 或者是你不要被 现在的迁徙时代是很排斥 道德绑架这件事情的 OK好 所以我们就谈 你们定义中的迁徙时代是什么 其实就是 会注重自己在吃什么 现在的二十岁到四十岁的 偏就是年轻人到 中壮年 对我来说 就是我们说的迁徙时代 就是他们是现在的translator 他们会决定未来的主流跟潮流 这样子 所以你迁徙时代 并不是说迁徙时代出生的 而是说 其实也刚刚好 迁徙时代出生的 现在也是二十岁 没错 然后但是往前 对 当他差不多在成长的时候 正好是迁徙年的到来 也算是 没错 所以就二十到四十 对 OK 但是你刚刚讲 其实他希望透过他的日常生活 那个实践他的价值观 没有错 但你刚刚又说 他不希望被道德绑架 这什么意思 就 我不太会去强调就是说 吃素才是好的 然后就是吃肉不好 You should be a shame 因为有一个派露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要告诉你说吃肉有多糟糕 但我想要的就是说 其实吃素 如果我觉得我们就小小一步开始做 因为小小素食 我们就想买一颗种子 让你能够接受 完全不吃肉的人 能够接受吃素这个行为 不多一周两次 你就自己 你就已经可以对地球 做出很多的改变 那如果全台湾2500万人口 每个人都可以一个礼拜吃两次素的话 那他可以减少的碳足迹 跟就是对全球环保 就很棒 那如果你把这个概念推到全世界 因为我觉得大家还是会吃荤 那如果70亿80亿人口 大家都可以一个礼拜吃两次素的话 那基本上 我们无法想象没有肉的时代 但我觉得现在全世界 大概20%是吃素的人口 到30%40% 50%一半一半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人类的进步跟改进了 是啊 我觉得你去想要说 可能假设20%的人口吃全素 跟所有的人 每一个礼拜两次吃素 一点点素 对 那就差很多了 没错 对不对 他可能人数来说是一样的 但是他普遍性来说是更广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是真的 真的是很很棒 所以你们有个slogan 我也很喜欢 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替地球做件什么样的事情 何不就从一周两次 没错 开始吗 你让他有选择的感觉的时候 他反而可能愿意这样的去尝试 而且让他 我们就想要做到说不痛苦 就你不用勉强 因为我以前看很多吃素的长辈 我觉得他们是不喜欢吃素的 他们在逼自己吃素 才必须把味道做成这个样子 然后吃素吃得很痛苦 然后这会说很想念 但是他们可能 他们意志力很强 但我会觉得说吃素吃得真不开心 就不要吃素嘛 因为人最后还是要活得开心 活得快乐 活得自我 你跟他讲自己是某种道德绑架 他可能心里面告诉自己说 我是因为宗教的关系 我因为这样那个理由不杀生 所以我要逼自己吃 吃得很不开心 很甜蛋 我们这就是一个没有评分的自己的功课 如果你可以做的话很好 做不到也没有关系 一个礼拜吃一次 我一个月吃一次 光是愿意尝试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改变了 但是完全就是说不能吃肉 我觉得有点难度了 我自己都做不到 很难去要求别人做这种事情 所以等于是提供一个快乐的选择 吃起来也觉得好吃 不讨厌 但是同时可以做到对自己身体健康 对地球环保 这个当然很棒 所以我们真的待会下来 就要讲小笼包了 马上回来 I like eating sound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小小素食的 Jeffrey来聊天 好啦我们真的要讲小笼包 你一方面就是说好一小小素食 现在真的成绩还不错 再来往一个我们刚讲到的一个关键字 叫做fast casual 对 他比较像是什么快餐店吗 比较像是快餐店 OK 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让小笼包 变成太空人吃的东西 而且小笼包是蔬食喔 蔬食 OK老师你跟我们聊聊这个想法 对其实因为小小素食做出了成绩之后 蛮多就是植物肉的厂商 有来接洽我们的 但是他们的切入点都是用汉堡牌跟热狗 就是已经就是欧美在流行的东西 那尤其是台湾的厂商 因为其实台湾的植物肉加工技术 非常厉害的 因为有一贯倒在的关系 所以其实很多以前都是透过台湾代工 只是台湾以前就是都是代工产业 都是工厂思维 从来没有想过要自己做品牌 工厂想要的就是 你给我买多少货 这一单我可以赚多少钱 那这些钱我可以买车子买表 可以做什么事情 他们会比较不愿意花钱在行销 因为不一定马上进得到成果 就是他们喜欢赚快钱 他们喜欢赚快钱 那反而都把技术留给外面了 他们弄那种品牌做大了 自己盖一个工厂了 也就不需要跟你 就是你的回流客不一定会多 那我就跟台湾最大的塑料厂商 叫做弘扬食品 那他们有来接洽我 那我就说如果OK的话 我们来聊一聊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台湾 汉堡跟热狗不是我们的主食 我们要做不是我们主食的植物肉 然后你推汉堡牌单价又高 其实很辛苦 那我们干脆来做一个平民美食的版本吧 那现在有些绞肉 但我们怎么把绞肉做的更好吃 让它以假乱真 让消费者都吃荤的人都可以接受 这样子不是一个替代品 而是吃荤的人都可以接受说 这个植物肉这个绞肉有够好吃 那我可以用我们的创意跟我们的研发 去帮你改良商品 那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 就是一这样子的合作 那我就跟他们说一个我的梦想 你这样讲 其实我发现台湾蛮多人在这样尝试 我知道像大成也在试着做这个绞肉 对不对 所以这是你的梦想 对 所以你就把绞肉包进小笼包里面 对 我就把 那因为我小时候我爷爷是东北人 所以我常常吃到的东西就是 然后上海式的生煎包 是我爷爷最喜欢的早餐的食物之一 那我家巷口附近就有个叫上海生煎包的餐厅 上海菜饭之家 可是他招牌的是生煎包 那那个时候就是 我这时候有这个想法之后 我又一直觉得 因为我自己去上海的时候 我只要下飞机 我一定会去吃小羊生煎 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好吃 我很爱吃包子水饺类的东西 但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得罪一些人 我觉得现在路边摊的水煎包店 都是很早就煎好放在那边烂烂的 那我觉得像鼎泰峰的仪式感 就是他有一个那个半开方式厨房 让你看到他在现点现做现煎现煎包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行为 这也是现在我觉得是一个外出用餐 你希望看得到制作的过程 那种加工厂或是中央厨房做好送过来的 其实就是冷冻商品嘛 没有什么特别的排队去买他的意义 那我就想说我觉得那种一整个大锅铸铁锅 放满生煎包 然后撒葱花撒芝麻 然后起锅的那个瞬间 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那等待也会值得 那我们就是决定就是做一个 那我想像植物肉一定是未来的一个大重点 那当我们地球资源被耗尽的时候 那如果我们往宇宙发展 那不太可能带牛羊猪去畜牧嘛 一定是先带人去开发宇宙殖民中心 那能够带过去的东西 可以就是说当做蛋白质替代品的 一定会是这种科技加工可以生成的人造肉 人造肉植物肉 那我就想像说宇宙生煎 为什么叫宇宙生煎 就是这就是未来我们在宇宙上会吃到的 继续流传从以前两三千年前的包子馒头 然后现在然后到以后到宇宙 它会一直流传下去的食品 那我想像的未来的生煎包 在宇宙上吃到的 就会是宇宙生煎 当初就有这个概念 那真的很可爱 所以代表说呢 它虽然立足台湾 以台湾为这个基地 它不但要亚洲到美国 还要上宇宙上外太空 那再来也是因为它是平民小吃 大家都可以天天吃包子 或是当点心吃的 那我觉得要更让大家能够接受说 吃蔬食其实没有那么痛苦 那我们就从平民小吃下手 开发跟开发这个样子 让它成为一个经典 让它成为一个经典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新的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话 有可能就是 街头小巷 它的触及率 会比小小素食来得多 小小素食单价的考量 会让我觉得中南部 或是偏沿地区 我是不太可能过去的 但是植物肉做成的包子 生煎包或是特色包子 我觉得它是可以整个在台湾 或是整个中国大陆市场流通的 所以当初有这个想法 哦 所以以后的你的那个 Fest Casual 可能以后就是丹麦一个佛陀丸 或是丹麦太空宇宙 后生煎 没错 嗯嗯 OK好 所以呢 虽然听到的是一个小小素食 这个目前的话呢 展到第二店 但背后的话 你会听到呢 是一个千禧世代 它针对千禧世代 可能的一个餐饮的形貌 跟一个企业的形貌 怎么样结合 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健康 还是一个服务业的样态 或者是一个呢 对于地球的关怀 我觉得都给了一个蛮好玩的 这个尝试 而且正在做 好啦 谢谢Jobbery 谢谢 拜拜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